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一下 Android的层次分析,从顶层到底层这课程 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一下Google定义还有一个基本的框架 这节课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Google定义完这个框架之后 我们硬件厂商所需要做的一些工作 也就是还有一个实践 首先还有实践的一个概述 概述呢,我们就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完成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内容 这里有一个Google和应用厂商之间的一个基本的分工 也就是Google它去定义还有一个框架 然后呢,制定还有组件的一个统一的操作接口 那应用厂商呢,当然了,它就是去实现Google定义的这些接口 提供自己应用设备的一个操作能力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所讲的还有的一个基本框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Google它都定义了哪些操作接口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一直在说接口这个概念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C++这些语言里面呢 并没有像Java里面有明确的一个interface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在C++里面所说的所谓的接口呢 有C++的为例是指向我们的抽象类 那具体到C呢,我们可以列成它里面的一个函数列表 也就是通过函数指正所定义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HWMT里面它有一个HWMT这样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呢,它里面有一个函数指正 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结构体看作一个函数列表 也可以把它认为它就是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就定义了一个open这个函数 需要我们去实现 相应的,这边CameraModuleT 它也通过函数指正定义了三个函数 getNumberOfCamera,getCamInfo,setCobacs等等 我们把这里,它也可以列成 它也是一个接口,需要我们去实现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device它所定义的相应的一些接口 这里呢,HWMT它定义了一个close 然后呢,我们基于HWMT扩充出来的CameraDevice 呢,它这里有一个ops 也就是operative形式 它这些操作函数 它是通过另外一个结构体来定义的 这个结构体呢,是CameraDevice ops,好,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它是在Camera.h里面 好,这里是我们的ops 它是CameraDeviceOpst 好,我们找到这个struct 也就是这个结构体里面 它是通过函数指针 经营了像setPreviewWindow,setCobac 然后EnableMessiveType this,EnableMessiveType等等 还有我们经常所说的一个 开始预览,stoppreview 清制预览,stoppreview 等等,还有我们的startrecording 开始录像,stoprecording,清制录像等等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deviceOperations 离开成一个接口 它实际上呢,就是我们C语言里面的一个struct 我们通过相应的函数指针来 图成一个函数列表 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像Java里面的一个face一样 好,这就是Google呢 它给我们定义的相应的一个硬件的操作接口 我们有讲过,印记厂商呢 它的工作就是来实现Google定义好的这些硬件操作的接口 那实施是否是这样呢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实例 还是以这个model里面的CAMER 也就是Google提供的这个默认的CAMER 还有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很简单 它呢其实是没有做一些具体的内容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它去进行一个学习 知道我们在完成Hale的一个时间的时候呢 需要做哪些工作 它里面主要有三个类 一个CAMER,一个CAMER 还有一个Stream CAMER,Hale呢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 比如说了CAMER contains all modules data that isn't specific to an individual camera device 也就是呢CAMER它包含了所有的和具体单个CAMER设备无关的这些模块的一些状态 我们再看一下 这些文件都已经打开过来 CAMER这个类呢 CAMER represents a physical camera on a device 它就是代表了一个设备上的一个物理的CAMER CAMER 然后Stream Stream呢 它有一个注释 Stream represents a single input or output Stream for a camera device 就是 Stream 它代表了一个CAMER设备上的一个单一的输入或输出这样的一个数据流 这就是CAMER Hale CAMER和Stream分别代表的什么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它相关的内容 CAMER Hale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里边声明了这样几个方法 一个get number of cameras 第二个get camera info 第三个set callbacks 第四个open 这三个呢 它这里相应的也有一个注释 就是CAMER module它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 就是在Hardware下面的CAMER common这个.h里边定义的 还有这个open呢 就是Hardware module它定义的一个接口 它呢是在Hardware下面的Hardware.h里边定义的 什么意思呢 其实也就是它声明的这三个方法 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在CAMER common.h里边的CAMER module t 这个结构体里边的通过函数指针所定义的这三个接口 然后呢 这个open呢 就是Hardware module t里边的Hardware module method t 同样通过函数指针所给我们指定的这个open这个接口 那我们就看出来了 CAMER Hale呢 它主要就是实现了Hw module t和CAMER module t 这里边所定义的这些结果 这是CAMER Hale 这里呢我们只是看一下它的通文件 当然呢它的CAP原文件 当然呢它的CAP原文件 就是它在通文件里边做定义的相应方法的一个具体实现 叫getCAMER info getCoreback open 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先不具体看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CAMER这个类它的一个通文件 它里边呢 新的我们看到它声明了这样几个方法 open getInfo close 这两个呢 我们刚才有看到是CAMER Hale 里边所实现的open getInfo 其实呢它这个最终实现 会相应的再调到CAMER里边的open getInfo 这个close呢 它其实是我们在huddle 里边所定义的一个hardware device t这个结构t它所定义的一个结构 好 下面呢还有几个几个函数的声明 像initualizeConfigStream RegisterStreamBuffer ProcessCaptureResult 等等 这里它有个说明 这个是CAMER device的reaching 这个好一个V3也就是Version3 就是第三吧 这个操作接口 它呢是在CAMER3.h里边 有定义的 好 我们刚才有看到CAMER设备它的一些操作接口呢 我们讲的是在CAMER3.h里边它定义的像这些picture CAMER3.h CAMER3.h 这里的CAMER3.h里边所定义的这些操作接口 是什么情况呢 好 我们看一下CAMER3的 有一个CAMER3.h 相应呢 它这里有一个CAMER3Device CAMER3Device CAMER3Device Operation 好 CAMER3Device呢 它包含一个CAMER3Device Operation 也就是CAMER3Device 它的操作接口呢 是在CAMER3DeviceOperation里边定义的 CAMER3DeviceOperation里边定义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是 这个注尺比较多 定义了这些initialize UGS的StreamBuffer 还有相应的ProcessCaptureResult 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initialize UGS的StreamBuffer ProcessCaptureResult 那我们刚才所看到的CAMER3.h里边呢 它是一个CAMER3Device 然后它的操作接口呢 是通过CAMER3DeviceOperation 定义的 CAMER3DeviceOperation 也就是定义了我们所讲的 AutoFocus自动对焦 AutoFocus拍照 StartRecording开始录像 还有StartPreview开始预览等等 这些操作接口 那这两个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是因为在我们的安卓框架里面呢 CAMER这块它对应的有两个API 一个API1 一个API2 相应的 相应的 在HAL这一层 又对应的有两个HAL接口 就对应的CAMER3DeviceOperation 和 以及CAMER3DeviceOperation 这个接口呢 和 上层的一个API2 相对应 然后 我们这里的CAMER3DeviceOperation 就是和上层的API1相对应 不过呢 其实是在推出Android的5.0之后 就正式启用了API2 但是呢 我们这里主要是以我们的API1 它定义的这些API为例去讲解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结合着API2为例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呢 我们这个课程呢 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Android 它这个基本的框架是什么样的 体会一下它这个框架设计 其中所包含的一些东西 不论是API1还是API2呢 它其中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其实都是一样的 而且呢 我们既然是要 学习它整个框架中相关的设计的一些内容 那从另一方面来讲 那从另一方面来讲 我们就很有必要来看一下 它之前所定义的这些API在框架中的一个体现 这样呢 我们才能体会到它是怎么样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们更能去理解它其中的一些 所设计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比较API1的时候和API2的时候 Android它看过这块它的整体上是怎样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 Google是怎么通过改变相应的接口 把我们Android上面的一个相机 从一个傻瓜相机怎么一步一步向一个单反去进行一个过渡 在Android的4.4之前呢 我们一直是沿用的API1这个API 在5.0之后呢 Google是推荐让我们去用API2 API1和API2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在我们用API1的时候呢 我们写的相机 有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理解成利用API1 我们可以去打造一个像傻瓜相机一样的相机 后来呢 Google想让安卓上的相机功能变得更强大一些 它发现呢 在相有API的基础上很难办到 于是呢 它就另外制定了一个API2 从上到下 全部把接口给我们改了一遍 来可以让它这个开台上的相机呢 从啥相机慢慢慢慢可以去过渡到像单反一样 拥有更强大的一个功能 但是我们这节课呢 还是以我们API1为例 我们所之前都讲的像一个stop preview 开始依蓝 这些API呢 都是在API1之中去定义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 以API1为例 而不用它最新的API2为例呢 我们有三个理由 我们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 我们这个课程 是为了让我们从系统层面上来去把握一下 Android它这个基本的架构 相对来说不论是API1还是API2 它这个基本架构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接口被Android重新给定义了一下 这个呢 对我们随其它的架构没有什么影响的 但是呢 API2和API1比起来 API2相对来说比较难理解一点 如果对相机模块不是很熟悉的话呢 呃 我们学习起来 呃 是很很费劲的 所以说呢 我们采用了相对来说更容易理解的API1为例 去入手 让我们去 呃 来学习一下Android的它这个整体的一个架构 第二个原因呢 我们既然是 去学习它这个架构 那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就很有必要去学习一下 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那假如说我们直接就看它的最新的API2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API1相关的内容 那我们 那就不知道 而Jay的它是怎么通过改变它这个接口 去把它上面这个 camer 从一个傻瓜相机 去一步一步 向着单反这个方向去过渡的 那 那在我们 先学了 它的之前的一个旧的DX1这个接口 那我们以后 再去慢慢去学习它的新的接口 相对来说 我们就可以理解的更加的深刻一些 当然呢 我们这个课程呢 并没有去过多的测重于 它这个timer这块的具体的一个 业务逻辑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以后可以自己去深入 研究一下 第三个 原因呢 虽然说 Google 在 14年 正式 推出 Android 5.0 的时候呢 就 推荐我们 转向API2 把之前的旧接口 给废弃 但是 直至 现在 一年多了 其实 我们在 底层 还有这块呢 对API2的支持呢 还是没有支持 一直还是沿用的之前的一个老的架构 还是对 API1 做的一个实现 那我们API2 它是最终是什么情况呢 它会在 加网那块 就是Firmark 加网 加网Firmark那里 会直接进行一个转换 最终还会转换到 我们API1的一个最终 调用上 还是通过调用API1 相关接口最终调用到Hell 去实现 所以说呢 就算 就算 在应用层 我们是调用了新的一个API 但是 在底层呢 其实还是 用到 原先的一个 通道 好 好 好 这是中间呢 我们说了一点 关于CAMER这个怎么快 其中它的两套API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正题 看一下 CAMER里边呢 它这个类 主要就是对CAMER device 它所定义的这些操作接口 做了相应的实现 这个Stream什么情况呢 我们在CAMER这个类里面所声明的这个函数 它这个函数的具体实现呢 其实会用到Stream里面的一些函数 由此 我们就可以看出 我们硬件厂商在 完成HELL的一个实现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对 Google定义的HELL里面 所制定的相应的接口 所最终的一个实现 事实呢 确实也是这样 好 我们对HELL 它制定的一个接口做到最终实现了 那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这些只是它的实现 那我们怎么把这些实现和 还有框架 定义的那些接口给 一一对应起来呢 换句话说 也就是我们硬件厂商 把它这个接口实现之后 怎么去把这些最终的实现 挂钩到我们还有框架上呢 答案就是我们 硬件厂商通过实力化 还有框架里面所定义的这些 Struct 然后把它这里边的相应的 函数指针来指向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个 相应的具体实现 这样把我们最终的实现 可以挂钩到HELL框架上 跟HELL框架 组成一个完整的HELL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在CAMERA HELL里边 它会相应 定义一个CAMERA MODU T 这个类型的结构体 它的名字呢 这里我们之前也讲过 HELL MODU INFO SYM也就是HMI 它通过将 像GETCAMERA NUMBER OF CAMERA GETCAMERA INFO SYTCOBEX等等 这些具体的一个实现 复制给这个结构体里面 所定义的这些函数指针 来把我们这几个函数指针指向 最终的一个实现 推荐了 在CAMERA.CUP里面 我们也可以相应的看到 在这里 定义了一个CAMERA 3 Device Operations Operations GETCAMERA 类型的变量 名字呢 就是CAMERA SOPs 最终的 把CAMERA 3 Device Ops 这个结构体里面的 函数指针相应的 指向 我们在CAMERA 里面所 提供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这样呢 就把 还有框架和我们在 这里所提供的相应的实现 给结合起来 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在做 还有的实现的时候呢 主要工作就是 第一 实现 各个框架 所定义的一个接口 第二 把我们最终的实现 给挂钩到 还有框架里面 怎么把它挂钩到 还有框架里面呢 就是 通过构建 新结构体的一个实例 然后呢 把 它其中的寒入指针 指向 我们这块 最终的一个 具体实现 好 我们再看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还有的框架呢 是Google定义的 还有的接口呢 也是由Google制定的 我们应急厂商呢 是根据Google制定的这个接口 去作为它的一个具体实现 那就面临着一个问题 万一这个接口 变了呢 而且我们刚才有讲到 就以我们的CAMER 这块为例 4.4之前呢 这个接口是通过 CAMER DEVICE OPS 定义的 但是在 4.4之后 5.0上 Google 它就把接口 换成了CAMER 3 DEVICE T 定义的这个接口 那我们之前是 针对CAMER DEVICE OPS 这里面的接口 去做的实现 那现在它给换成了CAMER 3 DEVICE T 里面的接口 那很想着 那我们就必须跟着它去编 去另外 去做它这些新的接口 的一个实现 那由此 那我们就可以 体会到 只要Google它的接口一变 那我们就要跟着它去变 这样 我们就显得非常的被动 那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 这里呢 先留下一个 问题给大家 这个答案 那我们下期课 再进一步去讲解 这期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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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